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奇迹男孩Wonder 由壁花男孩的导演Steven Chepelsky指导 Judia Roberts、Owen Wilson 以及不存在的房间的Jacko Tumblade主演 这是一部改编自同名小说奇迹男孩的电影 故事叙述一位罹患了罕见疾病 从出生就面部残障的十岁小男孩Oggy 他第一次要进入学校去念书 一个非常激励人心的故事 你想想看 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就要在学校里面 接受同学的支持点点 知道多勇敢 克服多少困难 才能够在学校的团体生活里面存活下来 而这部电影让人惊喜的是 他没有停留在这个主角的身上 就如同小说的设定一样 会穿插Oggy身边几个人物的视角 这点很棒的是 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通常会借由一个主角的视角 去进入这个世界 在奇迹男孩中 一开始是Oggy这个小男孩 然后一个一个的人物 进入到这个故事里面 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人也有他这一面的故事 那个人也有 每个人都有 我们可以去认识的一面 需要被照顾的一面 就像是我很喜欢Oggy 去安慰爸爸很小的一段戏 这样子的设计 让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同时 也在学习 如何把同理心 发挥到其他人的身上 我会只关注到一个人或者是自己 这个故事还算顺畅不无聊 同时它还有很多不错的支线剧情 都可以很触动我们的内心 每个演员都很棒 爸爸很幽默 妈妈很成功的支撑整出戏 我很喜欢姐姐这个角色 还有她的两个朋友 以及Oggy和她的同学们 每一个角色 无论是好是坏 都非常的成功 生动 整体呈现出来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电影 但一个小说改变了电影 还有这么多的人物 总是有些地方还是省略的太多了 有些剧情的部分会让人看不清楚 在一本小说改变成电影的过程中 是需要省略掉一些剧情 让节奏变得比较顺畅 没有错 但是在《奇迹男孩》中 有些地方省略掉 有点像是 你好像在跟神灯精灵许愿一样 一个坛纸就很多事情完成了过去了 没有了这些过程会有一种 有些人物关系 他没有被交代清楚 就跳到下一幕的感觉 但这对我来说是还好的缺点 比较会影响到 我对这部电影的分数的一个缺点是 剧本的后半段 一来来流水涨的感觉有点重 很直接的过去了一些剧情 二来是让这个故事 没有往更远的地方去挑战 让整个剧本就停在很安全 很舒适很美好 让每个人看了都会很开心很满足的那个地方 导致到后面高潮的部分 就显得有一些作作又刻意 我看了伯克莱上面 关于这本原著小说的介绍之后 我发现到它是一本 针对10岁到15岁的少年读物 我想可能就是这部电影 会给我这样子感觉的原因吧 以一部单纯的电影来看的话 我真的会觉得有一些地方可以更好 不过假设这部电影 也是针对同一个年龄层的一部 合家观赏的电影的话 我会觉得还OK 它能达到一个立志正面 教我们勇敢 并且学习同理心的一个故事 这部电影的主角 不是海报上的那些大明星们 而是一群小学生还有三个青少年 看完之后你会觉得这部电影的童星们 好像各个都是老戏骨一样 每个都演得超级好的 表演得到位又不落熟套 而且那些听起来有够成熟说教的台词 他们都还是讲蛮好的 真的很厉害 尤其是可爱死人的Jack Will 还有Auggy 这两个小男孩 如果你想要看可爱小男孩的故事的话 你千万不要错过了这部电影 这样讲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但我的意思是这是一部很可爱 温馨感人的电影 推荐给内心想要被正面力量 给疗愈的朋友们去看 奇迹男孩这部电影 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 请帮我按赞 并且把它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 你有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了意见或者是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Robi频道 祝你今天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